按哪裡啊 中間啦 好了好了好了 鏡頭前俏皮耍包擺pose 和媽媽開心鬥嘴拍照留念 或是和朋友四處旅行 她是25歲的蔡一鳴 當時負責後送病人 但從黑衣直升級10歲後 她就音訊全無 家屬至今仍然相當心痛 一張張卡片都是關心一鳴的朋友 寄回台東老家 希望一鳴放下任務 但事隔快要兩個月 黑鷹打撈進度仍然不清楚 就連家屬想開個死亡證明 竟然都遭到拒絕 反被要求到派出所暴失蹤 讓人情何以堪 沒有看到屍體 還沒有死亡證明 要拿到死亡證明 對我們家屬來講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樣去做 我只有到派出所暴失蹤 一鳴在大家心目中 總是熱心充滿陽光 從此會一專畢業後 回到故鄉蘭嶼工作 即便服務滿兩年就可以回到本島 但她依舊守在蘭嶼五年 就是希望奉獻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 還被當地人稱作是蘭嶼情人 今年初才在空情黑鷹的教育訓練中 扮演起病人的角色 模擬後送過程 這回被隨機挑選上了直升機 起飛前傳給家人最後訊息 說風很大 自己很害怕 過沒多久就消失在黑暗中 媽媽默默許下願望 要一鳴好好走 幫忙完成她沒有完成的夢想 記者徐璐王千玲台東報導